各位好,欢迎收看电玩碎碎念 这两天,Takashi Mojizuki在推特上发表 任天堂Switch会有新款的硬体发表 他说,My latest on new Ninto Switch coming as early as this summer this would be true models and people who've seen them say design of new device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and you'll be surprised 当时大家都在拆会推出pro版 跟light版 隔天,Takashi又在推特上说 You'll be wrong to think the enhanced version is similar to what Sony did 简单的来说,这个强化版不会像是PS4一样出个pro版 而light的版本也不会像是PS Vita这样的产品 我也认为任天堂不会单纯推出这两个产品 因为这种做法并不聪明 如果要采用这种政策的话 那我买小台的就玩不了一线大作 然后我现有的NS玩家 为了要玩新作也会被迫要更新硬体 而购买pro版的玩家有可能会牺牲了主机的携带性 那这种三方都得罪的烂方法 应该不会是让任天堂所采用的 而且这样子的设计也失去了Switch这个游戏主机的设计初心 那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的做法 是推出一款攜带版的迷你主机 手把是无法分离或者是可以用蓝牙控制 拿掉HD震动 其余的规格大致跟现有的主机相同 或者是略强一点 最好是内建SIM卡可以3G或4G连线与蓝牙功能 那如荧幕的解析度也需要提升一点 这样就完全符合想在外面游玩的玩家所需要的功能 那结合上去我说的功能呢 就会跟另外一个任天堂的传言 任天堂手机不谋而合 那平常可以当手机使用 那两侧的保护盖打开以后 可以与Joy-Con结合 那平常也可以用蓝牙遥控使用 回家以后还可以直接把手机丢到Duck里面充电 更可以完全支援之前推出的Nintendo MPP 或者是那个大家都没有人在用的语音对话APP 当时推出这个也可能只是在做软体上的铺垫 那Pro版的方面改进呢 我认为它可以推出增强主机性能的底座 它可以是内含独立的显示卡 也可以在里面增加一个 或者是很多个Tegra X1晶片 利用多核处理的技术来提升硬体的效能 那这样子就可能不需要变动太多软体上的设计 就可以大幅提升主机的效能 而且新的底座希望是内建有网路孔 也支援蓝牙 那如果照我所说的这种组合推出的话 玩家就很有可能两个设备都会买 那一来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任天堂手机 那在家里也可以变成两台手机连线游玩 那二来呢如果要玩新的大作 那我只需要购买升级的Duck 而且原来多出来的那个Duck 我还可以拿去别的房间使用 但是这个Duck单买一个都要2000块钱 在价格上就很有优势了 那目前游戏的画面处于停滞的时期 要有大幅度画面的提升呢 需要等NVIDIA这个光追技术的成熟 所以目前主机的升级版 只需要稍微追上PS4或Xbox One S 应该没有问题可以应付未来的三五年游戏需求 那具体的情报呢 相信在今年的E3会更明朗 我希望可以朝我猜想的方向发展 或者是老任如果有更好的idea 那我们今年6月就拭目以待